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 《偏方小百科华》 我是Ken 今集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一些很多人都有的问题 就是濕疹 之前我们也有一个网友 都叫我讲一下濕疹 在讲之前,我要提一提 我们这个频道就是专门讲一些 另类的疗法 令到你可以不需要吃药 可以有一个健康快乐人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住在右下角按订阅键 如果你觉得我们讲得好 可以给我们一个like 好了,我们现在讲一讲濕疹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濕疹这个题目是很广阔的 很难用10分8分钟可以讲完 我就想定是这样的 我就想定用几集去讲濕疹 因为一集没可能讲完 10分钟左右没可能讲完 那我就尝试一下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令到大家可以 接近什么都不用吃药 即是不用吃药 怎样可以做到 可以舒缓到你的濕疹病呢? 好了,讲一讲濕疹是什么来的 其实濕疹是皮肤炎的一种 其实它有分两样的 最主要是两样 一种就是过敏性的皮肤炎 另一种就是刺激物接触的皮肤炎 大部分的个案都是过敏性的 即是说有些人 譬如这样说 有些人是吃虾会有濕疹的 吃海鲜会有濕疹的 这些就是过敏性皮肤炎 大部分人都是这些 有小部分就是刺激性接触的皮肤炎 那是什么呢? 譬如你洗碗洗得多 洗洁精洗得多 你的手女士很多 不戴手套 手很容易有过敏性皮肤炎 即是手有濕疹的 濕疹有很少部分就是遗传 很少部分,不是多的 那通常会生在什么位呢? 濕疹有时就会生在手指 手指纳 接着手肘的摺摺位 接着譬如大腿内側的位 有些人如果是厉害的 他会生在他的面 周身也是 通常是由摺摺位开始 好了 濕疹有什么病症? 大家都应该的人应都很熟悉 就是脖皮痕痕痕痕 悭者会出十分病症 如皮肤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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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可以来看? 通常有极疹椎 也就是oku肤炎症 你一定要先找到源头 大部分人一定要找到源头 你找不到 譬如你现在去看西异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会给你一些药膏 药膏里面是有铝固醇成分的 如果你是用得多 你的皮肤是不会痊愈的 以后不会痊愈 你要脱那个铝固醇是很麻烦的 很麻烦的 你一脱那个铝固醇的时候你的反应会很大 譬如你查那段时间很好的 但你查完之后 隔了一年 一到春季、秋季一转天气 那些痊又出来了 你又找铝固醇去查 你以后不会好的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替代方法 好了 我们现在讲一讲为什么你会出现濕层 第一个就是接触性 你因为那些肥皂 比如那些金属扣黑住那些颈 比如你穿那些衣服 最好是Cotton 不可以来 你就会去找 接着另外你可能是 你对宠物的毛泻敏感 那还有一样东西 如果你是普遍人 你可以导绝到濕疹 就是你一定要洗了你的床单 枕头涂 你要整天很勤洗的 你要很勤洗 如果譬如你是有BB BB的口水肩 那些一定要不停洗的 你一定要不停换身的 即是几个小时你要换身的 那如果他的肥皂有濕疹 你记住一定要 要帮他勤悶些 那如果你大人来说 你就一定要整天换床单 这个是有机会 是沉悶令到你有濕疹的 那另外也是化学物 你要确保 你自己尽量 是不是很久没洗 如果很久没洗 就先勤劲些 那接着你的三副鞋物 都是的 你要勤劲些 另外三副鞋物 尤其是你底三副 就最好用天然材料 Corton那些材料 其他如果你人工那些 就不要用了 即是如果你有濕疹的家 那好了 接着呢 你要想一下你自己 有没有那些 有没有那些 你接触到很多毛 即是譬如厕所那些毛 即是你家里多不多这些毛 如果你多 你濕疹的机会有高一点 那接着你就去看看 会不会是温度 那个湿度 调节得很大 你压力等等 你要找到源头先 好了 大部分的源头 刚才我说 都是要么你就接触到 要么你就吃了下去 是这两样 即是最大机会的 即是如果你说温度那些 也有的 但它不会太严重 但你碰到一些 一些致敏原 一些 chemical 即是如果你是有濕疹 你就尽量不要用一些 化学的清洁剂 即是 当然这期你说 可能很多疫症 你要常常喷 喷手 但是尽量 你喷完手之后 一定要好好保湿 因为这个一定要做好的 如果你保湿不到 就很难好的 濕疹 其实我又说一说 如果你是因为食物过敏的濕疹 大部分人都是的 是因为 为什么你会有濕疹 就是因为你的胃酸太少 胃酸太少 胃酸太少 导致你有一个叫腸扭症 腸扭症 其实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 很微小很微小的洞 那些洞 如果有够多的话 食物的蛋白质 它就退出来了 你身体是认不到 这种蛋白质 因为你没有经过 那条腸就这样退出 入血液 那它就有个 炎症反应 那这个炎症反应 就是叫腸瘤症 通常如果你胃酸太多 你腸瘤就会好些 那另外接触到香水 合金 橡胶 化妆品 简易这些化学品 你又会令到你的接触性皮炎 就是那个濕疹 又会加剧一些 那好了 我就逐样开始讲 今次我最主要讲 我不是教大家吃什么 我是教大家 怎样可以 杜绝到 什么都不用吃 什么药都不用吃 你做了这几样东西 可能你的濕疹就会好 那好了 你如果是看医生之前 你要确定你自己 你在餐单里面 你如果你有濕疹 你自己看看 你吃得多不多 糖 面包 生鸡蛋 跟着另外呢 海鲜 因为我逐样讲 糖是所有炎症的 罪灰祸首来的 所有炎症你要发炎 大部分你要经过 能量就要靠糖 OK 那如果你是经常吃糖 你的濕疹就不方会 怎样好 那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呢 面包里面含有 Glutin Glutin就是一个那些 类似 将面包 弄到烟烟韧韧的那种物质 那种物质 那种物质 对身体很大影响 尤其是皮肤病的人 尤其是有濕疹的人 吃面包通常都会有濕疹的了 那另外生鸡蛋呢 那因为它有抗生素 肯定 那它会令到呢 阻碍那个 生物素的吸收 那对 对你那个 濕疹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另外海鲜就最多 最多人一吃了海鲜 就会有濕疹 那我讲讲原因 通常是吃虾 或者吃蟹 就会有濕疹 因为原因就是呢 你现在吃到的虾 和蟹 通常都是人工养殖的 即是不是海虾 不是海蟹 你是人工养殖的虾 和蟹 那在他们的养殖环境里面 其实是非常之骯髒的 他们就用大量的抗生素 去杀灭那些 等到那些虾不死的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他们在水里面 是很骯髒的 那你通常吃了 你的身体就会认为 这个东西 说 这个东西很有问题 我要把它包住 抗炎等等 所有炎症的反应 都立刻出来了 去务求要杀死这个东西 那濕疹就是这样的 OK 那就是因为你的食物太多 太毒 太毒 那你的肠里面 就漏了它的蛋白质出来 那就令到你皮肤里面有发炎反应 那好了 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鲜奶 鲜奶 鲜奶 就是现在的鲜奶 其实也是很多激素的 因为一只牛 应该是这样说 比如你几百万一个城市 每个人喝鲜奶是没有那么多只牛的 就是没有那么多只牛 只欠那么多奶给你喝的 还有 牛奶是给牛喝的嘛 那人体是 很多时候 你大到差不多 它是代谢不了牛奶里面的成分的 所以很多人喝完牛奶都会肚子的 那如果你中医来说 牛奶 就是喝鲜奶是很湿热的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先戒掉这几样东西 如果你真的戒掉的 你的口是可以的 就是够坚定的 你试一下在爆湿疹的时间 加上粥粉面饭 只吃蔬菜水果 每天只吃蔬菜水果 加这个阿麻子油 你基本上呢 那个湿疹就会好 什么药都不用吃的 那你跟着你 如果你那个 你湿疹好 你就慢慢慢慢加一些粥粉面饭 因为其实白饭都是 所有白色精济过的东西 都一样的了 除非你吃五谷 那这样就会好一点 那如果你有湿疹那段时间 你用个放湿气 就会舒缓到的 那好了 说完你不要吃什么了 那我就说一说 有什么方法 你可以很快地 舒缓到你的湿疹 而是很安全的 那好了 第一样东西就叫车前草 车前草是什么东西呢 车前草就是 你现在 我现在说的两样东西 接下来说两样东西 是通街都有 野草来的 雜草来的 你在街上找一下 你认自己这张照片 应该是药材铺 也可能会有的 但如果你在街上看到 你就拔几棵了 你不要在郊野公园 你自己想方法 郊野公园应该是犯法的 但anyway 这个车前草也是的 这个车前草 那怎么用呢 车前草就是对一些 濕性的濕疹是很好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濕疹是有流血 流水 那怎么用呢 你就摘一摘车前草 那摸摸摸摸 就是用一些 铝浆棍 摸摸摸摸摸 摸到它都会烂 如果你没有 你就用blender 打到它都会烂 然后呢 你就用一个盆 或者浴缸 那就用来冲身 OK 车前草是有一个修炼的作用 就是说 如果你有濕性的濕疹 流水很痕的 你每天冲一两次 你的濕疹很快就好 OK 第二件事就叫马齿燕 这件事也是通街也是的 即使我发觉 连我家里楼下的杂草里面 都看到马齿燕 那马齿燕是什么呢 就是用一些干性的濕疹 那又是跟刚才的方法一模一样的 摸了一堆 接着你就磨磨磨磨磨磨 用个blender搅烂 接着呢 就倒进浴缸 或者在盆里 接着呢 就连起渣子 就充身用 即充完粮就充身用 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 那好了 再给你第三种方法 就是墨皮 如果你找不到车前草 找不到马齿燕 那我猜 我猜的 因为我通常在通街拔 但是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你试试财谱有没有 应该都会有的 那好了 第三样东西就是墨皮 如果你两样东西都找不到 你就要找一些 自然的墨皮 那你就拿了回来 用个茶袋 就入住 即是用个布袋 即是蒸鱼袋 即是一碗墨皮 这样入住 接着你又是一浴缸的水 如果你没有水 即是没有浴缸 你就一个盆的水 接着炸炸炸炸炸 炸炸炸炸 所有墨皮的水 用那些水 最后呢 冲完粮之后用来冲身 接着抹干它 那你的濕疹也是很快好的 那这三个方法是非常安全 不需要经任何药物 你可以很快 可以处理到你的濕疹 另外再加多几个提示给你 就是 如果你爆濕疹的期间 要补多一点 阿麻油 阿麻纸油 另外 喝多一点水 喝多一点水 阿麻纸油 洗干净床间 基本上你的濕疹 如果经你刚才那三样东西 都可以很快好的 如果你真是很顽劣的濕疹 那我下一集 我会再教大家 如何处理整个濕疹的来龙去 因为濕疹是很难医的 很难医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方向去想 如何搞定濕疹 你只是靠药力 医不好的 任何医生都医很久都搞不定 那我现在就逐步逐步教你 拆解如何可以由头到尾 你无论什么型的濕疹 你都可以自己可以搞得行的 那好了 记住了 我们这一集呢 就先讲到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我们讲得好的 你记得在右下角 按个订阅键 按个like 手指公 那如果是有需要 有朋友 是有濕疹的 麻烦你share给他 还有按下个钟 钟的键呢 按了之后按全部 那你下次呢 我们一出新片 你就会收到通知的了 那今集先讲到这么多 那下集再讲个 拜拜